党内的这些党员们 体制内的还没有加入新东联邦的这些 就是共产党员 我觉得他们可能自己心中要跟着共产党 跟着习近平要脱钩 那尽可能尽快地和新东联邦挂钩 为什么这样说呢 其实我们以死为贱 我们看到当年的萨达姆 齐奥斯艾斯库 包括卡扎菲这些 他们这些独裁者是怎么让祸害这个世界的 但他祸害的面积没有像习近平这么厉害 习近平和他背后的总部组织 就是他的那个就是习共党 他们已经是人类的公敌 从他支持俄罗斯侵占乌克兰 包括特别是哈马斯 去对以色列实施总部袭击 还有他在他的一带一路数字人民币 就把人家所到之处的一带一路 这种国家的这种经济资源 全部给你操控 导致只要跟中共挂钩的 基本以后一定是走向破产 老百姓啊 你最基本的温饱问题 都已经决定不了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呢 刚刚齐克特别强调了一点 他说公共的共产党员 里面的99.99%都是好人 那我们只需要消灭的 就是0.001%的 我到过这家族们